在餐桌上必备的25道家常菜 好吃到转圈圈 第一道 您可要看好了 这是目前网上特别火的 畅鱼新吃法 焦香酥脆 很多地方都没得卖 看一眼就能学会 建议收藏一条被水淹死的草鱼 像我这样 盖刀切成大大的厚片 加姜葱食盐 有条件的放几片甜甜的柠檬 用清水浸泡个25分钟 这一步不仅能去腥 还能使鱼肉更加的洁白细腻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半袋 然后打入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后 腌制15分钟入味 空碗中打入一个公鸡蛋 搅匀打散 锅中油热 下入鲲鱼 开中小火慢煎 煎至鲲鱼外表金黄酥脆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鲲鱼 咸香入味 好吃又解馋 比清蒸的做法更香更好吃 一上桌就抢光光 你也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二道 很快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 餐桌上肯定少不了这道白菜酿肉 寓意着白菜一出 百菜进屋 好看又好吃 树上摘的大白菜 切掉根部 锅中水开 下入白菜焯烫20秒 烫软捞出备用 剁好的肉末 加葱花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一个公鸡蛋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 调好的肉馅放在白菜上 两边菜叶对折 像我这样卷起来 放入盘中 摆成鞭炮的造型 水开上锅 大火蒸8分钟 蒸出来的汤汁都是营养 我们留着备用 摆上葱丝 淋热油激发香味 好 只需一勺 鲜味就上来了 这样做的白菜酿肉 做法简单 还预议好 学会 还原饭上 你也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三道 把牛肉放进孩子 喝上的牛奶里 泡一泡 您即将解锁 西餐厅牛排 又滑又嫩的腌制方法 建议大家收藏 用菜市场 18一斤的牛里剂做牛排 口感比较好 切片后再用牙签扎几下 方便腌制入味 重点就是 把牛肉放进牛奶里 浸泡10分钟 牛奶里的蛋白酶 可以软化肉质 怎么煎都特别呢 碗中打入一个 我下的蛋腌制 放姜丝 洋葱 生抽 蚝油 大厨调制好的 黑椒煎菊粉 每次我都会多做一些 放冰箱保存 孩子想吃的时候 直接取一片出来 随便煎一煎 煎至四面焦黄 西成熟即可 这样做的黑椒牛排 比外面西餐厅 98一份的还好吃 妈妈们别再给孩子出去 吃合成牛排了 赶紧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四道 韭菜猪肉馅饺子 很多人都是直接把韭菜放肉馅 那就是大错 教你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小妙照 做出来鲜嫩多汁 特别好吃 建议收藏 首先用葱姜 花椒大料加开水泡个料 再把切碎的韭菜里 加一勺食用油拌鱼 锁住水分 以免营养流失 三肥七瘦的肉馅 加盐鸡精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用十几种香料调制的 调馅王晒 放葱花浇上热油 再少量多次加入泡好的料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匀 这才是肉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然后放入韭菜拌匀即可 这样调的韭菜猪肉馅饺子 鲜美多汁 又香又好吃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五道 活了一百年都才知道 把五花肉放进啤酒里泡一泡 出锅就是一道 楼下酒店排队 都要吃的人间美味 焦香酥脆 看一眼就能学会 三斤五花肉花了八块八 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霉 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煎起来才能鲜嫩不柴 口感也更加好 碗中打入一个刚满月的公鸡蛋 搅拌打散 泡好后放葱蒜蚝油 调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再加一勺食用油 爱干净的小伙伴 可以左手戴上手套 抓拌均匀 腌制入味 去掉姜葱 再加一勺淀粉继续抓匀 让每一条五花肉都裹满粉浆 锅中油热 把五花肉放进平底锅 一定要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 滋滋冒油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椒盐五花肉 每一口都是嘎嘣脆 切的时候 一定要忍住自己的口水 因为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 第六道 你可要看好了 把一片梅花肉 两片梅花肉 三片梅花肉 放进啤酒中 泡十分钟 出锅 就是一道火边大江南北的特色美食 外焦里嫩 真的特别好吃 八八九块九 买了三条梅花肉 你们那要卖多少钱 先把它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煤 不但可以软化肉质 还能有效去除猪骚味 放洋葱 一点蚝油 吃过了好多架 再加一勺食用油 爱干净的家人们 可以像我一样 左手戴上手套抓匀 腌制二十分钟入味 去掉洋葱 再加一勺淀粉 继续抓匀 让每一块肉都裹满粉浆 锅里油热 把牛排放进平底锅 一定要全程小火 慢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 此次冒油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黑椒猪排 焦香入味 切的时候 一定要忍住口水 因为真的是太香 太好吃了 喜欢的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七道 你知道为什么人到中年 一定要多吃醋泡花生吗 因为醋泡花生 非常的有营养 今天这个做法 是一位88岁的老中医教我的 不炒不煮不油炸 简单好吃又健康 真心建议收藏 首先准备树上摘的花生 把歪瓜裂藻的挑出来 加入你家的自来水 清洗掉脏东西和杂质 再用温水浸泡半小时 泡好的花生 真是又大又胖 然后放入蒸锅 水开计时蒸半小时 花生蒸熟 加蒜片青红椒 香菜段 关键是加入一包 调制好的醋泡汁 拌匀即可开吃 酸爽开胃 吃上一段时间 就会有惊喜的发现 喜欢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八道 勤快的宝妈一定要学会 这道糖醋樱桃肉 酸酸甜甜 一口一个孩子们特别喜欢 十五二斤的里脊肉 先切成小方块 收入大碗中 放料酒 少许盐 胡椒粉 一个蛋黄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这样做会让肉更加的入味好吃 再放一勺淀粉 让每块肉都裹满淀粉 五成油温下锅炸 全程开中火炸制 炸制金黄酥脆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 至粘稠后 再下入炸好的里脊肉 用左手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樱桃肉 全家大小朋友都爱吃 喜欢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九道 出锅的瞬间 您将得到一份经典美食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学会这个做法 还没上桌就被抢光光 切好的冬瓜加入少许盐 杀出它的水分 肉馅里加浆葱花 盐 胡椒粉 生抽 和一勺淀粉抓拌均匀 这个时候冬瓜也杀出水分变软了 再像这样卷起来 放入肉馅填满压时 沿着盘边摆成圆形 中间打入一个我刚下的母鸡蛋 水开蒸个十分钟左右 蒸出来的汤汁营养丰富 千万不要丢 再撒上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松茸白灼汁 香味瞬间就上来了 这样做的冬瓜酿肉软嫩鲜香全 家人都爱吃 你也赶紧去做吧 第十道 大家记住了 炖猪饺的时候 千万不要乱放食材 像我这样多加这一步 炖出来软烂入味 入口即化 汤汁像牛奶一样浓白 这是我从厨80年的经验 记得收藏哦 首先猪蹄剁成大块 我们这里猪蹄十元两个 不知道你们那里十块几个 剁好的猪脚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焯水 那样搅气味 很重加一把盐 用淡盐水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快速浸泡出猪蹄里的血水 去除腥味 软化肉质 然后冷水下锅 加入少许高度白酒 煮出血沫 捞出放入砂锅 加入提前泡好的黄豆葱姜 糖鲜味美的 每次只需放一包 扣上盖子 小火炖五十九分钟 调味加盐胡椒粉 撒上枸杞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猪蹄汤 汤汁奶白 味道鲜美 第十一道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蒜蓉茄子做法 不用油炸 在家也能做出比烧烤摊还好吃的味道 吃着更健康 记得收藏哦 五毛钱一斤的茄子 水开上锅蒸十分钟 蒸好后中间滑一刀 再用勺子摊开就是 打上烧烤垫都在用的蒜蓉酱 好吃淋上一圈生抽 有条件的 撒上葱花 浇上热油 激发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茄子 蒜香入味 全家人都喜欢吃 第十二道 谁能想到把猪肉上锅蒸一蒸 竟然这么好吃 下面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五块一斤的梅花肉 改刀成大小均匀的大块 碗中加葱姜丝 一勺生抽 少许高度白酒去香增心 调味加盐 胡椒粉十三香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加一勺淀粉 一个鸡蛋清 淋上一勺食用油 腌制二十分钟 这样猪肉吃起来更加滑嫩入味 接着把腌好的肉 均匀地扑到蒸锅内 肉和肉之间不要挨在一起 防止粘连 然后水开蒸二十分钟 蒸好的猪肉又滑又嫩 满屋飘香 另起锅倒入蒸好的猪肉 好吃的关键就是 倒入一包蒜香椒盐粉 用家里有条件的 再撒点黑芝麻 翻拌均匀即可出锅 猪肉以后你就像我这么做 外焦里嫩 还带着烧烤味 学会了再也不用出去撸串了 第十三道 又到了吃双皮奶的季节 自己在家做没想到这么好吃 吃不完还可以拿去摆摊 一袋双皮奶粉 一盒纯牛奶 600毫升清水 搅拌均匀后 小火烧开 煮两分钟 倒入碗中 半个小时就自然凝固了 放上自己和娃喜欢吃的水果奶 香味十足的双皮奶就做好了 赶紧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超市里的奶酪棒一小包 就要几十块 自己在家做 只需两种材料 轻松做了几十个 250克纯牛奶 加100克奶酪棒粉 小火搅拌至完全融化 这个粉还送了模具和奶酪棒 倒入模具中放凉后就凝固了 Q弹顺滑 奶香浓郁的奶酪棒就做好了 孩子们都抢着吃 第十五道 你要是吃了这个香肝 你就知道香肝和香肝的区别 大于人和猪的区别 你只要简单一做 超级好吃还下饭 这个香肝现做现发 切成你喜欢的形状 水开了下 入香肝焯一下 二十秒你就捞出来 油热了下点五花肉 像我这样炒到五花肉变色 再来点蒜末 把香味炒出来 倒入香肝 再加点生抽 老抽蚝油盐 鸡精最后来点青红椒 一点点蒜苗 大火炒匀 你就可以出锅了 吃一口 你就停不下来 赶快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六道 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冬天的萝卜晒人参 这样做的萝卜丸子 外表酥脆 里面香软好吃 首先把胡萝卜绿萝卜擦成丝 然后水开倒入锅中 一勺盐入个底味烫一下 捞出瀝干水分 用我家祖传的刀工剁碎 然后装入碗中 加葱花盐 胡椒粉 两个鸡蛋 一袋小酥肉脆皮专用粉 然后揪一块 搓成嘴巴大小的丸子 六成油温下锅 中小火慢炸 炸至表皮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 家里有萝卜的你一定要试试 一口一个太好吃了 第十七道 你知道馄饨汤底 怎么调鲜没有好喝吗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碗中放入葱花 香菜 紫菜 虾皮生抽 陈醋 香油 盐 鸡精 胡椒 水开下馄饨煮熟 趁馄饨不注意 舀两勺汤到碗里 圆汤化缘时 再把煮好的馄饨放入汤里 一口馄饨一口汤 真是太香了 第十八道 家里来课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个酸汤肥牛 酸爽好吃 而且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水开倒入喜欢吃的配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肥牛也下锅烫至变色捞出 油热倒入葱姜蒜 小米辣炒出香味 再加一碗长姜水调味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倒入肥牛 煮二十秒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十九道 以后你再加烙土豆饼 千万别再放鸡蛋和面粉 你就像我这么做 酥脆又好吃 首先把土豆切成粗一点的细丝 切记不要水洗 加一包这个调好味道的煎饼粉 抓拌均匀 平底锅刷油 防止粘粘 放入土豆丝 用手按平成饼状 在表面撒一点白芝麻 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 根据自己的口味 撒点烧烤料和葱花即可 又酥又脆 太好吃了 第二十道 今年过年的大虾 不要白啄了 像我这样做一道椒盐虾 咸香酥脆 一口一个太好吃了 十块一斤的大虾 捡去头部 轻轻一就能轻松去除虾线 再背上滑一道 方便入味 在表面撒一层淀粉 这样大虾又酥又脆 油热下锅 煎至两面金黄 另起锅放蒜末 青红椒炒出香味 倒入大虾 就是这个大厨 根据比例调好的椒盐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虾 一口一个太香了 第二十一道 炖牛肉时 直接下锅就是大错 今天我教你一个诀窍 炖出来的牛肉 跟豆腐一样嫩 切记 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捞出 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因为冷水会让肉缩紧 那样肉质发柴发硬 还塞牙 清洗干净后 直接放入锅中 大火炒至微微焦黄 放姜蒜 两个八角干辣椒调味 就只需要一袋黄焖酱 一罐啤酒 软化肉质 一定要加入开水 锁住牛肉的营养 扣盖小火慢炖一小时 然后放土豆胡萝卜 再炖二十分钟 最后放点蒜苗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 非常的软烂入味 学会了 就试着做起来吧 第二十二道 如果孩子不爱吃你做的虾 那你可以多加这一步 一口一个太好吃了 去壳的大虾加盐 胡椒味 一勺料酒抓匀 腌制十分钟 碗中打入一个比较正经的鸡蛋 一袋小酥肉脆皮专用粉 干了就加水 湿了就加粉 调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 这样调出来的脆皮糊 炸什么都酥脆 然后加点葱花 倒入腌好的大虾 让每一只都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炸开 中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大虾外酥里嫩 配上番茄酱也很好吃 第二十三道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 两块钱毛豆 五毛钱豆干 做出来竟然这么好吃 都是妈妈的味道 水开下入毛豆和香干 加一勺盐 一勺食用油 这样不但能入底味 还能使毛豆的颜色更加的翠绿 煮个一分钟捞出来备用 油热下入五花肉 给它煸炒出油汁 再放蒜和小米辣 把它的香味煸炒出来后 倒入一包外婆菜 倒入毛豆和香干 只需要一勺生抽调味 开大火翻炒个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配上大米饭 三碗都不够吃 第二十四道 这凉拌茄子丝 有两三天不吃就想吃 还有多少人没有吃过呢 总有人说不能吃 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选紫皮嫩点的圆茄子 切成丝 然后切点圆葱丝 放入盆里 再来点青红辣椒丝 来点盐生抽和陈醋 来点香油和辣椒油 一起搅拌均匀 简单还好吃 赶紧回家试试看吧 第二十五道 豆角吃腻了 丝瓜吃腻了吗 今天做一个大蒜烧丝瓜 丝瓜切成滚刀块 配点红椒 起锅烧油 放入大蒜炒香 来点蚝油 倒入丝瓜 加盐淋入生抽 大火翻炒均匀 蒜香味十足真不错 炸香味称